你有病什么叫你吐我口水 可以 身间病 你有病啊 病 还跟人家比 你骂我干嘛 你骂我干嘛 我老公坐在店里 他就在那里骂骂咧咧 闲店就在我们店里 赶我们的顾客 进来了就黑我们 我真没有拖欠他工资 那各种理由请假 就是说八月份他只上了十多天 然后面他就跟我说他圣洁时 要动手术 他说他没有钱 我就给了他一千块钱 但是钱还不够 他说你把工资给我结了嘛 从后面我又给他预支了五百块钱 然后他也没有辞职 也没有给我什么任何说动手术的那些证据啊 他就是刚开始想让我 按长期工的工资全部给他结完 我也不会按长期工给他算 我只会按短期工给他算 提成一分都没少给他 然后另外还多给了两百块钱 他来我店里闹 那个进货价什么的 还有卖出去多少 这个他都直接要给顾客看 摆烂在这里 然后今天早上我都接到了恐吓的电话 他说你等死吧 你等着关店吧 短期工赏 我就要把之前发出去的扣出来 这个我合同里面有备注 我也没忽悠他 他可以去劳动局 叫我 我会捧盆 事情我也已经报警了 我会让他来的